嗨 今天摄影师 是我妈 你说两句 我从给你打猫的了 你这从中国回来就开始立马进入工作状态 为你服务吗 我们进来 这个是我们公司卖的 我们团队卖的 我就发现最近 总是有那个卖家在这问我 这房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啊 但如果你的房子已经在市场上了 那不好意思 我就是没办法给你建议 因为行业的规定 房子在市场上我不能给什么建议了 但是对于其他想要卖房子的屋主们 来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集的视频 这个房子 180 Hill Lake Forest 在森林湖的Meadows这个社区 之前呢 前任的这个经纪人代理呢 在今年夏天 六七八三个非常好的月份里面 在出租这种房子 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卖掉这种房子 然而我们接手过来之后呢 两周 全现金美金的offer卖掉 所以 就是这一套 就这套 就这套 我们为什么是可以排名在加州 我们是加州第一名 我们团队里面 然后是全美国上个月排第九 我们卖房是一套密集的 所以想要卖房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系 那同样的 其实不仅在这个社区 我们在很多个社区都有很多这样的 别人卖不掉啊 又回来找我们啊 或者是交给我们 我卖我们也很好的价格卖掉 像之前今天夏天在那个大公园 大公园有一个noval park里面的 我卖了整个noval park里面 最贵的一套房子 230万米金左右 一个三层的联牌 我卖230万 但是那种房子非常漂亮 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有这么强的销售能力 啊哦 我们还有一栋 是也在这个小区里 我把地址打在屏幕上 那种的户型呢 我非常喜欢 其实我非常喜欢 一进门左手边有一个卧室 然后进去大挑空 挑空后面的二楼是这个loft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户型 不过现在没有卖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里面住了租客 并且呢很不方便去看房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那个样板间的一个 一个视频 楼下呢这个房间就是 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社区的公园 从这个房间的景色看出去还是挺漂亮 对外面小公园 嗯 这个爹爹的声音就是烟雾暴降期没垫了 嗯 然后这边它的主卧 主卧也很大 你看这个主位 过去看一下这个主位 主位 主位啊 朋友这个主位可大了 外面还有一间吗 这个是衣帽间 那是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的景色不错啊 这个衣帽间可以一边换好的衣服一边看着这个 这个衣帽间还有个大窗好亮啊 是不是 是不是 衣帽间有个大窗 这衣帽间也太大了 这衣帽间太大了 对于我来说不大 对于你来说 对于我来说正好 哎 你弄翻哪个了 你那些衣服啊 所以要大了衣帽间 要把衣服挂起来 如果我的衣服是叠起来的 就 我就找不着了 我就忘了 叠起来压起来 你都不知道 叠起来我就忘了 只有把它挂起来还能记得住 我们那个180那一栋 本来是要拍视频的 然后和李斐要拍视频 预约的这个摄影师是这周来拍视频 结果就是因为之前她长那个卖绿种 然后就因为太影响那个美观了 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拍 结果还没拍就已经进S口 然后我们现在这栋也一样 这栋是我和李斐已经拍过视频了 之前给大家看过 231 Burwood 来我来长镜 姥姥看这个地方眼熟吗 眼熟 所以这个不就是你卖过的吗 对 今年夏天我卖的这栋 然后这栋当时是侧院对花园嘛 然后现在我们身后这栋更好 这栋啊 嗯这栋更好 和它一样的 和它一样的 我刚刚跟我妈说这个调高 你看这邻居现在也在做花园 应该是做美国的花园 这铺这个石头 这个不少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来 姥姥先 我说这个 这个和我卖的那个是一样的栋型 但是人家是个三层的这个 楼下这熟悉吧 楼下一个卧室 就这不一样 看这左边 对 这个采光好吧 这舒服吧 对 这个采光就好 对 虽然现在没做 但是这个院子很大 黑大 他没做的 黑大 这个后面没邻居啊 这个院子在新房里面很少见 一般 就这个的三分之一 说实话 三分之一 一半都算大的 是吧 那坐一坐很漂亮 这个院子的采光也好 要不然我们这个第一天就有offer 第一天那个offer价格其实就比 我们的药价还要高 但当时那个屋主没接 他还有更高的期望 然后最后最后 反正有其他offer进来 也是 现金的美金的全款的 不如就接了 就我们卖房子超快 我们上楼看看 为什么我说这栋房子 除了他前门对公园 后院花园很大 还有一个点 我带你上去看看 来 竹 这个竹 也是这么高 主要是这个景好 你看每天躺在床上 早上起来意外头 又是公园又是景的 好多那个观众朋友们还说 姥姥回国回来了吗 来回国有什么感受 采访采访你 在这个大主卧里 我想回国 正好你姥姥病了 回去这一趟回来就 没有这样想法 暂时不想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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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了还解孩子 上盘子 闲着这一闲一点时间 我就觉得无聊 不足 你也没什么闲着的时间 我给孩子报的课 还不够多 还挺会站的满满的 但是对环境 虽然是环境 好吧 也有点不大适应 就想家 这回去吧 一下飞机吧 坐地铁就觉得有点乱 人太多了是不是 到哪都是人 到哪都是人 晚上上 我们以前 散步的地方 大庙山 去走几圈 也是人很多 乌洋乌洋 很乱 觉得很乱 但就是我们以前 老师去中山路 这回到 真是全是小吃 哪条街上 就老中山路 那些厕路 厕街那些房子 全吃坏了 我记得有一天 我这小时候好像 小时候中山路很火 然后后来好像 都有点没落了 没落了 现在又起来了 又好了 又招商开了 把那些小路 房子老房子 全置换出去了 房主 全翻新了 小路 这些都特路 改变挺大的 你这才一年 你这才一年 你就是好像 这么大变化 我这六七年没回去 等我再回去 是不是感觉变化更大 你等回去看看 这变化真大 在上面发懵 你看出来一年回去 就发懵 觉得干 不接拍了 他们有点 你这个不接拍 一般人听不懂 哈哈哈哈 出去留吧 碰到我们家的老大 美兰娜的同学的姥姥 王英克的姥姥 这样看我闹 看我 还碰到我们家的老邻居 他不敢置信 你回来了 对 孩子呢 他老爷呢 我说都没回来 就我自己回来了 为了他 看太姥姥 太姥姥 病了 我回来 先照顾太姥姥 照顾一阵子 再回去 他们都没回来 夏年就回来了 我说孩子们也想回家 夏年回来看看 明年 明年暑假的时候差不多 我说 这回来 但那怎么样 我说 感觉不一样 一个人一种感觉 我说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叫我们说吧 说不上那什么感觉 各有利弊 各有好处 这回来 本来想家 不觉我们家家乡热闹 这回来 还有一点不适应 这太热闹了 回来是觉得 在那边孤独 无聊 这回觉得 在那边清静 清爽 所以一会一种感觉 我自身都知道 你回中国 又天下想要回美国 在美国想回家 再回家了吧 又想回来 回来还是和家人在一起 哪边有家人 看起来哪边就是家 所以家人在哪 哪就是家 对